丢失一,放心小时候,住的老房子,睡觉几乎可以,也不庇护,更不用担心会丢失什么,虽然没有空桥,但凉霜安静,空气清新,如今,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大房子,很高,很漂亮,大楼上楼下门户紧闭,防护窗把整个家围的严严实实,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见不去,丢失二,就请小时候, 里里之间简直就是一家亲,相互串哥们,有好吃的也会端一碗给些帮邻居尝尝,谁家有事,大伙都出来帮忙,如今,我们同入在同一小区,甚至同一楼层,我们每天见面,却从来不知道对方姓什么,丢失三,健康小时候,农村娃最喜欢去河里捞几条鱼,或者到地里偷摘几根黄瓜,直接吃, 纯天蓝绿色食品,如今,潮市里的鱼客头大,蔬菜包装也很漂亮,可是无论洗多少遍,还会担心没洗干净不敢吃,丢失似,安全小时候,娃总会三五成群,那在马路上心笑打浪,追逐篮耍,偶尔路过几只蛋黄狗,拿根狗尾巴草痘痘,好不热闹, 如今,发展起来了,马路越来越宽,车辆越来越多,走在路上再也不能追逐打闹,因为稍不留神,就有可能发生危险 丢失似,热闹小时候,家里有电视的不多,一到下午,都端转去有电视的邻居家看,黑白的,画面模糊,人缺很多,一点不觉得拥挤,反而感觉很热闹 如今,一天最离不开的就是手机,人手一步,走到哪儿电视播放到哪儿,人虽然聚在一起,却总是各看各的 丢失溜,回忆小时候,照相馆不多,一年很难去照一次相,每张照片都要洗出来会塑好,放在相册里用心保存,每次翻出来看,满满的都是曾经的记忆 如今,照相馆几年去不了一次,相机,iPad,手机,走哪拍到哪儿,自拍,美食,风景,很多时候,他们都被遗忘,在手机的某个角落,真正值得留念的每几张 丢失期,满足小时候,我的衣服只有简单的几个颜色,而且总穿哥哥姐姐剩下来的旧衣服 但是每件都是我们的宝贝,特别喜欢特别满足 如今的衣服,五颜六色,款式个亿,衣柜里一排排挂的满满当当 可还是觉得自己的衣服不够漂亮不够穿 丢失吧,简单小时候,挖的玩具并不多 弹竹,沙包,猴蹄筋,纸面包不丰富 但是我们一个游戏就能玩上一天,很开心 如今,谁的手机里没有存放三五个网游 谁的家里没有高档的玩具 即便科技带来了更丰富的娱乐生活 但小时候和伙伴的亲密无间却没有了 丢失酒,自有小时候,记忆中只有一个影剧院 一般人去不了,能看的电影也不多 有时春里播放露天电影,我们就相约几个小伙伴 爬树上,蹲楼顶上,或是坐垫橡杆上 吃着从家里带出来的瓜子,乐趣无穷 如今,电影院越来越多,3D特效,套莱坞大片的任命选 排队购票,网上选外,进场还要减票 不准带酒水,旁边做的是谁都不认识 总之各看各的,看完各回各家 有时时,真行爷爷娶奶奶,只用了半豆米 我们的爸爸娶妈妈,只用了半头牛 那会结婚,领一本结婚证,请一两桌酒席就搞定 假装没几个,结婚却也很开心 踏踏实实过日子,从来都不知道小三、二奶是什么 如今的结婚,没有房子、车子、票子 结婚不幸福,有房有车有票子,也不一定幸福 如今,我们都长大了有些东西也跟着丢失了 而且再也找不回来人生,有很多种滋味总要到某个年纪 才懂得去细细品味 然而,当你开始懂了,一切却已经远了 所以,珍惜当下的生活吧 因为也许到了下一秒钟 这一秒的有些东西就都成了过去 只能在回忆中回味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请怖细品 если有点赞を订阅